大锅角斗 带您欣赏战争的艺术 大家好 我是262 欢迎上起 在二战苏德战场上的必争之地哈尔科夫 苏德双炮 进行着大规模的装甲机动作战 特别是第三 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 打得都极为精彩 而参与了正眼次大战役的曼斯坦英元帅 更是在他的回忆录中 对德军高层的作战指挥细节 做了详细的技术 把这个甩锅的艺术 到底是怎么甩的 不能为自己辩解的死人元首 站在他的角度 到底又是怎么想的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捋一捋 重来一次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捋一捋 首先回到1943年初的态势 得过南方集团军群第六集团军 这个拳头被掐断在了斯大林格勒 保个屁 再保部队就全军覆灭了 基本上像曼斯坦英这样的将领 中层管理们都持这样的观点 那部队的基层官兵们呢 其实部队在一个地待久了 他天然的也不想挪挪 因为小到生活设施 大到武器弹药都已经安顿好了 不是每一项自重都像坦克一样 长在轮子上的 搬个架可费劲了 看看这次美军从阿富汗撤出时 丢下了多少东西就知道了 当时的德军也一样 那么多带不走的自重装备 待在原地 我还能多打些战绩 杀些敌 虽然贪婪的顶层和懒惰的底层 都不愿意撤 但介于保不住 在斯大林格勒被包饺子的教训 在明智的中层 就比如曼斯坦英元帅的推动下 德军最终还是实施了 从高加索的撤退计划 但就如上面所述的搬家昆蓝阵 这种撤退也不是一蹴而就 与此同时 苏俊也不会放过任何 奉割维坚德军的机会 所以把锁将并拉上阳台 其实是一场积极防御的火线救援行动 与此同时 为了给元首对高加索的贪欲留个念想 咱只是暂时撤退 将来还是要反攻回来的 A集团军群还留了一部分 顾手 具体来说 就是跑得快的第一装甲集团军 往罗斯托夫撤退 上阳台 而跑得慢的第17集团军 退守到库班 诶诶 这不是背水防守 支支死地吗 但元首可不这么响 这可是之后 德军向高加索反攻的桥头堡啊 好吧 那这么一大坨部队 包括三个德国军 一个罗马尼亚军 40万人 怎么补给 船 还有飞机空运 之前不是给斯大林格勒 卑维的德军空运补给 准备了一大票运输机吗 这次 正好用在库班 那苏俊 当然也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后 在1943年4到6月份 库班爆发了一系列 大规模的空战 双方总共有 两千多架飞机 参加了战斗 尽管坚守库班的 德国第17集团军 扛住了苏军 一轮又一轮的猛攻 但最终在1943年10月 还是放弃了这座桥头堡 通过克制海峡 撤退回了克尼米亚 因为此时德军 已经输掉了库尔斯克战役 再无可能 立即反推高加索了 让我们将实践 拨回到1943年2月 第三次哈尔科夫会战前夕 地点拉回到阳台上面的 德国蓝方集团军群 之前打斯大林格勒 这个大集团军群 被分成了A、B两个小集群 蓝边的A集群 刚从高加索拉回来一半 而北面的B集群 会拳打斯大林格勒 折损了第六集团军这只主力 只剩下第二集团军 和一些残兵败将了 德军最高指挥部 索性撤销了B集团军群的编制 重新编组了一个 蓝次集团军级支队 这个支队 顾名思义 是由蓝次将军指挥 而之前B集团军群 希泽勒甚至亲自下场指挥了几天 毕竟地属 B集团军群的第六集团军 是直接跟斯大林金城城 对线的 但是这波御驾轻震 让蓝方集团军群司令 曼斯坦英 就比较尴尬了 你说这B集群 还是算咱蓝方大集群 麾下的吗 还在严守 碰壁不玩了 蓝次集团军级支队 又回到 曼斯坦英的麾下 不过这么大个军团 改个编制 通讯联络系统 怎么都得重新折腾个半天 就在此时 苏军的勾拳 已经打了过来了 2月13日 希特勒通过 还没有撤销的 B集团军群指挥系统 向蓝次集团军级支队 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 守住哈尔科夫的命令 这个时候 守住关键城池 已经变成了 希特勒的荣誉之战了 已经跟斯大林杠上了 然而 撤销B集团军群 编制的命令 也正好在这几天执行 于如曼斯坦英 就向最高统帅部请示 在蓝次集团军级支队 化归自己麾下之后 死守哈尔科夫的命令 是否还继续执行 特别是当守军 有被包围的危险时 得到的回答是 元首认为你考虑过多 然后 2月15日 驻守哈尔科夫的党卫军 违背蓝次将军的命令 撤出了该城 这种公然抗命 主官不会被枪毙 曼斯坦英就在回忆录中吐槽 而这种事发生在 国防军身上 主官肯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然而发生在党卫军身上 却黯然无恙 反倒是被靠命的上级 结果不久 蓝次将军被撤职 换上了肯普夫将军 理由是蓝次将军 是山地步兵出身 而肯普夫 是庄稼指挥官 所以之后 这坨部队 又改名叫 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了 丢了哈尔科夫 对元首而言 事关荣耀 所以急令曼斯坦英 夺回哈尔科夫 而曼斯坦英却另有打算 这是我在2016年3月份 去俄罗斯玩的画面 可见此时 地面上还覆盖着 一整个冬天流下的积雪 但雪层下面 已经开始部分融化了 淋漓之感 也呼之欲出 回到我们的战场上 更南边的乌克兰 溶雪季节 将会来得更早些 差不多就会在2月底 3月初期间 此时元首 急呼呼的 要赶快夺回哈尔科夫 曼斯坦英却认为 德军应该从南往北 依次展开军事行动 原因很简单 天气转暖 是从南向北 见次进行的 那么南边的雪 开始融化的时间 也比北边的早 这样敌我双方部队 在南边的可行动时间 就要比北边短 那就索性 先集中力量 在南边打运动战 取得最优态时 带到南边地域 林林峰路 走不动时 再集中力量 打北边 这样南边的敌人 也没法反扑 按照这样的思路 曼斯坦英 实施了先断钉 再夺成的方案 漂亮的 打赢了第三次 哈尔科夫战役 具体来说 德军于2月21日 围建了 杰巴尼采沃周围的苏军 3月2日 完成了对苏军 进攻主力的断钉合围 3月14日 成功夺回哈尔科夫 另外 这期间 2月末 由于南边的米乌斯河 开始解冻 河上的兵面 坦克已无法通行 但人还可以走 所以进攻的苏军 只能改用步兵式突击 这当然是以卵基石了 所以德军南边的防线 一直守得很稳 还殲灭了 先前成功渡过河的 苏军第四精卫机械化军 和第七精卫骑兵军 不过 由于北面的敦列斯河 到3月初尚在封东 所以被击溃的苏军 大部队 很多 以单兵或小分队的方式 趁夜 过河远敦了 这3月中旬 德军夺回哈尔科夫之后 蓝方集团军群当面去 彻底进入了 容血淫灵 不能走路的状态了 麦仁坦印 凭借自己出色的战略和指挥 成功为德军 赢得了这次东线战场的局部胜利 然而德军打得这么好 怎么最后战争全军的胜利 还是失去了呢 按照曼斯坦印在回忆录里的说法 到手的胜利之所以会失去 这锅百分之百都得元首希特勒背呀 你看 斯大尼格勒他一位操就输了 哈尔科夫他一放拳 我们曼不群爱打就赢了 隶属元首军事指挥最大的罪状 就是西部车 这一点跟斯大尼同志 真是非常一致 虽然说磁部长兵 下坚守死命令 对基层来说 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但对中层 在地图上玩战略战术的将领们来说 这部队定死了 还怎么玩 拳头你先得收回来 再打出去 才有力道啊 你这直接直听挺的身在了 不等着被人掰折吗 然而苏德连国的最高领袖们 非得等自己的军队 被几十万几十万的维歼了之后 才懂得了这个道理 即使懂了 也不能叫你们说撤就撤 能挣扎 还是要挣扎会儿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高加索 库班 哈尔科夫 之后关于德军在敦尼茨克地区的去留 希特勒和曼什坦印 也进行了反复的扯皮 马尔坦印认为 德军可以主动撤出 敦尼茨克地区 并以此为诱饵 将苏俊 引诱过来 关门打狗 希特勒却说 敦尼茨克 有多少多少霉 多少多少猛 多少多少资源 不能丢啊 不能丢 丢了 我们这边就要少多少多少产出 敌人那边就要多多少多少产出 妈不群 恨不得骂了句 骂得智障 资源不多 能当诱饵吗 你看这边蓝面领海 地形多好 敌军大兵团跑到这里 我们只需要一只前臂 就可以切断他们的后路 大海可以冲当我们的另一只前臂 这对兵力不足的德军来说 至关重要 说到兵力 曼什坦印在回忆录里 疯狂吐槽自己作为德军东线 最重要的战略方向 当面与敌人的兵力对比 却是最劣势的 北中集团军群方向上 都是1比4 只有自己这边是1比8 如一说一 这个没办法 蓝线是德国的战略中心 自然也是苏联的战略中心 困且事实上 德军跟蓝线的曼什坦印 配置了最多最精锐的装甲机动力量 毕竟平原度 植被少 也好发挥 包括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 虎士坦克的首修 库尔斯克战役 豹士坦克的首修 都给了曼什坦印 本面中央集团军群的莫德尔 只能用菲迪兰这种不攻神器冲输 你说你曼什坦印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要说不满足 那当然是战略上的自由度了 元首可以给你虎士 豹士 给你最好的武器装备 但是 元首不会给你玩主动丢地 作优尔的这种冒险战略 这是为什么呢 是元首愚蠢吗 希特勒是个蠢蛋吗 当然不是 无论是曼什坦印 还是古德里安 尽管与元首意见不合 却都在回忆录中 有提到希特勒纪力超群 且对研究军事细节 有很高的热情 那他到底算不算 一个睿智的领导呢 这里我们暂时不去管他的思想里面 到底是正义还是邪恶 单单从他自己的实用层面出发 他的思维方式 对他赢得战争胜利 到底是不是最优解 首先他摸爬滚打 从草根混到元首 夺取权力这件事 他是专业的 然后军事上 他一战时当过基层士兵 到二战 突然就要指挥几百万大军宏观作战了 这个跨越有点大 就好像从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转弯策略游戏一样 我们知道拿破人时代 皇帝还亲自下场指挥战斗 但随着参战部队的规模越来越大 到最后一个人微臭 也有点逆不从心了 19世纪 随着工业革命 通讯联络技术的发展 军队规模开始疯狂扩张 德国或者说其前身普鲁士 率先搞出了总参谋部这个操作系统 并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是后 其他各国纷纷效仿 总的来说 就是一帮很专业的职业军官 在一个很专业的系统框架下 用很专业的方法 指挥庞大复杂的大规模军队作战 这样像拿破人那样 既当军事家 又当政治家的情况 就很难出现了 比如说当时 打仗靠毛旗 政治外交靠彼斯麦 皇帝威廉一世 则啥也不管 诶 就是这个威廟的啥也不管 放权 成就了下面的专业 到威廉二世 啥都想管 政治外交也好 军事战略也好 就都僵了 这个道理 往下看也是沉溺的 所以德军 从实战中总结出的军事指导原则 都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 基层官兵的主官能动性 让听到见炮火的人 去指挥战斗 而中高级指挥官 都只在自己的层级上 给出大方向性质的指令 避免过度微操 下达不适合 战地实际情况的指令 二战中的德军 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 战绩卓著 所以后来美军 也将其部分学了过去 一直用到今天 像二战德国和苏联 这种中央集权体制 完备的国家 他们的军队是不可能出现像 林荣这种把自己的独立团 养得比尸还大的情况 军队各级军官的权力额度 可以通过顶层的强制力 分配停当 你要是敢不满 强力 这样怎样的权力分配 有你打好仗 即便你一时做不到最好 但那个努力方向 是不会错的 苏联就是典型的例子 一开始不会打 和德国边打边学 最后打得越来越好 好在回到顶层 事情就没那么单纯了 因为最高指挥官 是个政治家 他和军队的博弈 是没有更高一层级的裁判员的 他必须要兼顾两个目标 打赢战争 和自己牢牢掌握着权力 无论不是像苏德战争 这样的灭国死斗 牢牢掌握着权力 必定是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 所坚守的第一优先目标 不管他后面的理想是什么 不掌握权力 一切皆空 同样的道理 也适用于斯大林 大清洗 确实将近了苏联军队的战斗力 但却巩固了斯大林个人的权力 OK假设 如果斯大林不进行大清洗 苏军可能 1941年会打得比史实局面更好 但在外部战争的压力下 图谋不轨的苏联军官 来了场刺杀斯大林 就像1944年7月20日 史涛芬伯格刺杀希特勒一样 如果还一不小心成功了 那斯大林不就直接击击了吗 而现实是 斯大林进行了大清洗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 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然而斯大林却赢得了战争 不如笑到最后 但也起码笑得比希特勒酒 所以希特勒在元首的分路中吐槽 应该学斯大林把你们排成一排枪毙 那元首为什么没学斯大林 把军官们都枪毙 当然不是因为元首仁慈 而在当时的时间点 元首需要这支组织体系成熟 有优良传统 战力强悍的德国国防军 当然 他也同步培养着自己的嫡系部队 党卫军 甚至在资源分配上 还更优先给亲儿子 不过这个时代的政治领袖 已经不可能像拿破仑一样 亲自只会如此庞大复杂的 现代化军队了 他必须通过参谋部 这样的官僚机构 通过曼什坦英这样的职业军官 来驱动军队运转 当然元首理论上 有绝对权力 直接指挥任何一支第三帝国的军队 但现实的复杂度 却阻挡了这种权力的实施 这时代的军队是什么 已经不是拿破仑时代的那样 靠越马驰骋 就能尽收眼底的 站在原野上 那一排排 腰杆笔直的士兵了 集团军是什么鬼 集团军群又是什么鬼 某某集团军级支队 又是什么鬼 各种武器装备 不同兵种的混变 在复杂地形上的战术展开 确实最大程度的达成了优势互补 有利于作战 却给人宏观上 理解把握军队信息 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太抽象了这种 这就像曼什坦英这样的职业军官 利用参谋部团队的集体脑 才能玩转这样复杂的系统 事实上像杨太这样对地形的奇怪比喻 不是我乱打的 就是曼什坦英 在其回忆录中的技术 化抽象为形象嘛 所以 即便元首再聪明 他也只是个聪明的外行 在没有更高总裁者 没有外部规则限制的情况下 事物的复杂度 理解难度 形成了天然的权力边界 就像网上很多各种领域的大神 张口闭口 一堆让人听不懂的专业词汇 潜台词就一句话 你是个外行 你不懂 听我说 我是权威 德日的职业军官们 当然不会用这种话 当面等元首 但在探讨具体军事问题时 字里行间 传达的 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所以元首 才会忍不住反驳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的是 每次元首跟军官们争论 他真的 不仅仅是哪种战法 更有利于战局 他有自己 有多么的伪光真 这还是在决定 生死的战局上面 虽然你在那些 并不攸关生死的项目上 用你的专业积累跟领导争论 是件多么愚蠢的事了吧 不过德国的军官们 还是比较一根筋 元首也一样 不撞篮墙不回头 在他看来 不试试 怎么知道 你说的也不定对呀 即便意识到自己好像不对 也不能失了权威 就比如第三次哈尔科夫会战的前夕 自己叫嚷着还是死守 死守 去用车编制 和找踢翠羊的方式 给曼什坦印 留下了灵活操作空间 因为才刚刚经历了死守 被围的撒尼格勒之意 他知道 只有曼什坦印 才能收拾这个烂摊子 即便收拾不了 也有人背锅 避免了自己亲自下场 只会顽脱丢人的风险 打了败仗 撤职将领 元首照旧伟光真 在整个战局 生死攸关的压力下 他才不得不用这种灵活的方式 让读出了部分权力 提得早在1940年进攻法国时 当时正是希特勒 在总参谋部逆牌中意 使用了曼什坦印的 粘刀闪击方案 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大声 所以对哪个将领 有才这件事 元首心里 还是门亲的 但是 做一个统治者 一定不能让某一个手下 或者说某一 所手下集团的势力 一家独大 不管是实际重要性 还是声望上的 一定要手握多个球搞平衡 让自己始终握有 选择裁决的权力 这样自己的统治 才能稳 所以敦克尔克大车退时 元首才让陆军停 空军上 让戈林也拿点战功 积累点声望 我们一直都调侃戈林 戈布林 但正是这种业务上的不行 因他不会成为元首的威胁 看看元首的另一个爱将 军神龙威尔 720刺杀事件之后 就直接被元首赐死了 因为他声望太大了 别人给他龙袍加胜 即便他自己不表态 也是元首的威胁 回国从来想想 元首之前 破格提拔龙马尔这种黑马将才 不也是对传统普鲁士军官团的 破局和制衡吗 所以在元首眼里 没有永远的爱将 只有永远的工具人 玩平衡的砝码 那除了搞人事制衡 大领导的另一个掌控权力的办法 就是对资源的掌控和调动 看二战德国武器装备介绍时 几乎都会有这样一条 某某某某年 希泽勒下令研制某某某某 从坦克战舰到飞机大炮 甚至突击步枪这种轻武器的命名 都逃不过元首来刷存在感 你说你作为帝国的最高元首 这样事无巨细都要你来拍板 累不累啊 你可以说他是对武器装备有偏爱 是个军迷 但更多的是其宣誓掌控资源权力的一种方式 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之后 苏德双方进入了三月的荣雪宁令建战期 而到宁令期结束之后 双方依然对峙观望 马尔士坦英就建议趁苏军战上卫浴之际 赶紧率先发动进攻 而希特勒则表示咱新式的豹石坦克 已经在后方开始生产了 加上你已经试了都说好的虎式 等我给你囤够了坦克 你再进攻 马尔士坦英表示咱这囤坦克 敌人也在前线挖坑造地宝啊 等咱坦克囤够了 对面的坑也挖的差不多了 希特勒说 不 要相信咱新锐坦克的威力 就这样 库尔斯克战役一直拖到七月份 才开打 结果大家都知道 虎豹坦克虽然威力强大 但苏军一层又一层的连环坑也够深啊 拳头打在沙包上了 我们不知道如果按曼士坦英早进攻的方案 能不能取得更好的战果 但可以肯定的是 希特勒必然会选藤坦克 曼士坦英必然会选早进攻 因为这年种选择 是野人站在元首和将军两个位置上 对自己全力运用的最大花 作为将军 烈士兵力 逆风翻盘 我牛逼 作为元首 运筹国家机器 爆出高级兵力点呀 有我的运营 要什么围操 平A就赢了 所以你会看到 元首对高科技武器 寄予厚望 并投入了大量资源 搞出了很多末日黑科技 有靠谱的 也有不靠谱的 你可以说元首 鼓励搞这些东西 有艺术情节在里面 但另一方面 他的这些创新 也是对传统军官团势力的破局和制衡 复杂度是权力的护城河 新东西 你也看不懂 但谁也别笑谁 听我的 准有用 特别是大的东西 这个我看得懂 此外 跟战区指挥官谈经济 谈战略 也是元首的常用策略 就是要用你不熟的东西 搏倒你 库尔斯克战役 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另一边的西西尼岛失守了 希泽勒表示 哎呀 这个意大利不行了 我们要赶紧去救 库尔斯克不打了 马斯坦印 苦口婆心的去劝 我已突破战线 部队还有战力 再进一步 就能成功 但最终 还是没劝动元首 我们现在很难说 如果当时完全不管意大利 继续一心打库尔斯克 战局到底会不会更好 但实际 去管意大利 东线也不能全撤 结果高不成低不就 处处起火 正用完全力平衡的方式 玩战略 结果就是没重点 处处设防 等于没有设防 但是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虽然苏军 来自盟军 在对德进攻上 取得了战略主动权优势 但是 元首希特勒 依然在对德国军官们的争论 和调遣中 保持着战略主动权 直到最后 他还在地图上 指挥着那早已不存在的军队 这 也许就是权力的魔咒吧 好了 本期大国久都就到这里 我是阿联 最后别忘了素质三年啊 让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